大家好我是阿天 我們來看一下伊甸騎士團這一次改版的活動 他在這個掛機收益呢 哎呦有貓貓齁 其實也蠻可愛的 這款遊戲就是一些小地方都做的還蠻精緻的這樣子 然後操作起來啊 點擊後什麼都很快 這個什麼什麼都很快這一點 我希望這個吞石電地3放置版是可以稍微優化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本周的活動吧 我們先看一下說這個更新的內容 他有記性嗎 不確定有沒有記性喔 他只有寫維護獎勵 好沒關係你可以回到索葉去看那個公告 那我們來看今天就已經有這個復活彩蛋 那我已經打完了 那復活彩蛋這個呢其實打蠻久的 我今天打到92層是排行第7名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就使用觀光隊 他這個就是一路從第1層打到92層 所以還蠻花時間的 可是他花的時間不是說 你要手機去點 而是你的手機會在那邊一直跑 就有點像是這個 無上之境一樣 這一個 他會一路從第1關打到第10關 那這個更長 他是從第1層打到 打到這個 你這個全隊掛掉為止喔 那所以說呢 我就這樣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工作 然後看一看 已經打完了 所以他應該是 每天打吧 然後為期7天 那這個層數應該是會累計的 那打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相對應的獎勵 那看來這個彩蛋的貨幣好像還蠻多的 但是呢 你抽一次 這邊有個課金的東西 那課金東西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領右邊嘛 這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獎勵喔 我覺得 我覺得官方這邊可以調整一下 我又順便建議一下官方 建議什麼東西呢 你這個獎勵 你應該長按 長按之類的 你可以告訴玩家說這什麼東西 像這個我猜啦大概是這個 那個叫什麼 收藏品的升級道具 譬如說你看這個 有沒有 保養劑自選寶箱 這邊 有沒有 這是保養劑 那保養劑是拿來幹嘛呢 就是在你的這個主角這個地方 收藏寶物珍藏 這個地方你可以去升級 這個叫做保養劑 這樣升級 那這可以升級所有的這個英雄的一些屬性 或是對應的這個種族 然後呢 這是藍色的保養劑 對不起藍色的寶物 這是橙色的寶物 那橙色的寶物呢 就是獲得方式比較不一樣 有些是要靠課金 果然是課金有差 譬如說我的這個 周卡 我現在是沒有課周卡 因為我在觀望說這個遊戲的 怎麼講的 推廣 如果說真的沒有人玩的話 其實課起來也是蠻孤單的 譬如說 我的這個 周卡是在活動大使這個地方 我周卡已經課到變成鑽石周卡了 鑽石再課下去呢 它會變成是星耀 好 那每天獲得東西不一樣 本來是 它已經顯示出來了 本來是課的時候才知道說它會變什麼 現在鑽石周卡課的話是 每天可以獲得三個這個箱子 然後三抽 那再來變成是兩個 兩個這個 這個種族抽 然後是四個 箱子 然後再是兩個 五個 然後你這樣子 三百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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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到最後面會變成典償 一天就是 三張祈願 召喚卡 這是這個就是三星抽啊 占星抽的話呢 如果說三百塊錢七天 然後會有二十張占星抽 然後這個保養箱的話 還算OK啦 你這樣子的話 可能 克個 兩 三周 九百塊錢 可以獲得一隻神魔角色 但事實上沒有神魔角色 也是 也是可以玩啦 因為在這個前期 有沒有神魔角色 其實沒有什麼差 那個純粹是大佬 這個PK用 但是呢 你玩家少起來呢 你搶這個排行榜 就不會那麼積極喔 好所以說這個是 周卡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 再回來講這個 復活彩蛋喔 復活彩蛋呢 在這個地方有個 淡淡狂熱 七日登陸 這個也是 這一次新 這個新增的 然後呢 這個七天 每天上夜 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最多可以獲得5000抽獎券 5000抽獎券 其實就是50抽啦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設定獎勵 那像我剛剛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 這獎勵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 他這個就是 我覺得你應該要讓玩家知道說是什麼東西 你只找一個圖片 那我覺得這個圖片可能是跟這一個剛剛那個什麼 收藏品的那個保養劑有關係喔 那我最後面我選擇這一個 這個心願抽喔 因為我想說心願抽比較划算嘛 那不然的話 這一個應該是 紅色專武的這個 自選箱 我再猜啦 那上面的圖案的話 一個是 應該是一個是耀光 不對喔 這好像是神魔耶 好像是神魔的紅色裝備喔 那如果說你沒有養神魔的角色 應該是不需要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 四個種族的自選 自選角色 四個種族的 所以一個是心願卡 一個是這個 四種族的這個 這個自選角色 我覺得 我覺得都可以啦 因為有的時候你就是差那麼一隻 所以說 如果說你有這個 就欠那麼一隻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 但是 我不是很保證說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 你光看這樣子 其實猜不大出來喔 然後呢 第二個呢 要選什麼呢 我就選個10抽啦 或是T1啊 T2啊 這些 其實也是很實用 那等到你主線推上去之後呢 你在公會上面也是買得到 所以呢 這個地方看你要選什麼都可以喔 然後最後一個 超值狂歡禮 那我最後選擇種族抽 然後 你要選什麼 陣營啊 這些都可以 但是種族抽的話呢 他還會帶一些這個肥料嘛 所以我最後選擇種族抽喔 那他的這個邏輯就是說 你這樣子抽抽 抽200次一定會得終極獎勵 200次 一次100 200次就是2萬 所以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終極獎勵是不是 這三個 這三個是終極獎勵嗎 看一下 終極是最上面啦 所以說最上面的話 你要抽到200次才保底 其他的話就是隨機 好那我們來抽個14看看喔 中了 哇這是肥料自選卡 好像不怎麼樣嘛 那再抽189次 OK好 然後呢這個是之前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就是每天領的這個什麼 什麼豪華禮包啊之類的 他換了一個介面 就寫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還有什麼東西呢 當其樂賣 現在是有樂賣這個復活禮盒啦 然後每天一美金的話應該算是比較划算喔 每天一美金的話呢還有這兩個 復活禮盒的箱子 那裡面呢會有隨機一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來開開 開開看喔 好然後呢這個是 OK現在活動的東西嘛 好所以說這個就是這一次復活節的活動 你就是每天上線 然後按挑戰 挑戰之後呢就讓他一層一層打 然後手機放在那個地方 那這邊右上方有個buff buff的話呢就是你要找三個人助陣 其實這不會很困難 你就點擊之後呢他就會談到那個聊天框 然後會自動輸入一段文字 那只要有人幫你點了這個地方就會就會啟動 啟動就是多增加一個buff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復活禮盒吧 那我其實習慣是累積到最後面才開 不過我們還是先看看喔 喔不錯耶5抽齁 好然後呢這些是一些肥料卡 自選肥料 自選肥料的話我欠這個綠玉的肥料 好啦那我們就來最後面我們來個普通抽吧 我現在是欠這個綠玉的肥料 好我們就選擇這個綠玉 因為我的這個帝國已經都夠了 這個光公阿塔蘭塔 然後光盾 跟這個馬可波羅這些都已經上了白色了 好都是肥料 沒關係 這個抽酒館增加次數也可以再獲得一些這個資源喔 前期這些專武的材料幾乎都是酒館獲得的 好我們來抽一次喔 沒有中 我還有8張 沒關係我們抽一點鑽石再抽一次 有沒有 還是沒有 20抽沒有了好啦 就讓他保底啦 好一定中 一張 真的就一張而已 什麼呢 惡瑞波斯 這個是 末日敬衛會叫小骷髏頭的 暫時還用不到但是呢他是 遊民軍團可以練的這個坦克喔 一個就是國王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惡瑞波斯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話呢 剛剛抽了30抽有沒有什麼肥料呢 對啊我這個帝國聯盟已經不欠喔 我是可以把貞德拉上去啦 但是呢貞德其實 啊 貞德在打工會王的時候也許用得到 然後獸人的話 肥料還不夠 然後綠玉的話 綠玉差不多了 還不夠 還不夠 因為呢這樣子我就要把這個這個吃掉 這個嘉莉 嘉莉還算是補吃啊 因為我覺得你在這個算是已經到快到中期的時候呢 你每一個陣容就是 留5隻就好 那我目前是這5隻嘛 留5隻幹嘛呢 就是為了打這個種族塔嘛 所以我的這個亡靈也是 也是有5隻 都放到水晶裡面去的 那今天的種族塔是 這個森林族裔跟這個帝國聯盟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至少 每一個陣營呢 都要留5隻 上到水晶 然後這個 大家等級都拉到一樣 這樣子 你在打種族塔的時候 才可以打嘛 那種族塔的話 前面的話不會太難推 也是蠻好獲得資源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 免費體驗 有一個免費體驗自動推關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啦 因為這個只有前面的時候 會 會那麼好推 但是到後面基本上都還是卡關 我們來體驗一下他的這個自動戰鬥 感覺如何呢 好像也是不錯 好啦你自己手機寫一個腳本 然後在那邊點其實也是可以啦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